我知道有一種東西很適合你 那就是 袁老師的技術分析課程 帶你深入淺出 一步一步看準趨勢 抓準進出場點 只要三堂課 就可以讓你 脫胎換骨 什麼 我現在就要報名 沒問題 一集來電音樂報名 等你來 逆轉勝哦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谷博士的袁忠霖 歡迎收看耀靈鼓掌 那個 我們現在單鼓短 短播實戰班 這個最近的績效 新勝利 三天獲利17% 四合五天獲利21% 四合兩天獲利9% 宏冠店七天獲利12% 光宏兩天獲利13% 全以心七天獲利11% 建春三天獲利9% 福育四天獲利10% 雷科六天獲利11% TPK六天獲利17% 那就是要用最短的時間呢 創造最高的報酬率 好 那我們這個是鎖定的短線 有題材的這個強勢的股票 純粹技術性操作 假設如果你有100萬以上的操作資金呢 歡迎你來加入我們的會員 那加入我們會員這樣子操作 就不怕盤勢的上衝下洗 操作起來負擔就會比較輕 02-775-9668 歡迎加入我們的單鼓短播實戰班 好 克斯托蘭尼他說了 假如我有四個子女的話 我希望第一個成為音樂家 第二個成為畫家 第三個成為作家 第四個 很慘 為了要養活其他三個 必須要成為投機家 可見投機是很重要的 假設沒有錢的話 就一定要投機 這個克斯托蘭尼他也講過 如果你沒有錢的話 你必須投機 投機不是說做這個 非常非常我們講的投機取巧的事 就是賺差價 就是賺差價 這個叫投機 那投資的話 可能你可以百很久 你可以百一年兩年四年都可以 必須成為投機家 好 那我們的這個短線的 蘭蘭貝變成俊馬 好聯亞光電 我們在9月6號的時候 在9月6號上面貼出來 他的千張大戶 增加了30% 結果 隔個禮拜一呢 就大漲 一路漲 漲了一倍 那所以這個 這個資訊很重要 千張大戶的資訊 好 那紅準呢 我們在11月3號的時候 貼出來 他的千張大戶增加了15% 結果那個禮拜 那個禮拜 紅準表現的非常的強 81.5到97.3 漲了非常的多 好 那加百玉呢 是我們在11月17號 禮拜天的時候呢 貼出來 貼出這個 加百玉 順達 神達 這些股票呢 他們的千張大戶 都增加的蠻多的 都非常值得留意 結果也是一樣 加百玉 從貼出來以後 隔週 的禮拜一呢 開始 持續的大漲 非常強 非常強 那今天這個加百玉 就整個 這個中小型股的強勢股呢 都普遍的拉回了 所以今天他也是 這個拉回了這個7% 好 那 所以呢 要加入 趕快加入我們的Linead 小老鼠451VQTY 我們這裡面呢 有千張大戶的資訊 你好的 重要的這個資訊呢 不用多 就是可以幫助你下定決心 這個選擇到好的股票的 不用多 小老鼠451VQTY 好 今天的這個 普遍的這個中小型 強勢股票呢 哇 跌得稀里花啦的 BBU概念股啦 神達啦 還有這個 之前的這個 細光子的概念股呢 這些普遍都下跌的蠻多的 好 那所以這個 要找到 這個上漲的股票 好像不太容易 好 今天我們這個台零呢 台零我們在這個 11月25號 在這邊 推薦了 結果呢 今天大漲了7% 今天大漲7% 我們在這裡講說它 這個突破了箱形整理 所以呢 這個非常有希望持續長 所以今天它表現的蠻好的 是無線寬頻網路 有線寬頻網路的產品 的這個代工 還有這個電子製造服務 那這個 現在呢 量放出來了 量溫和的放出來 所以應該還有高價可以期待 好 華語呢 是我們在 11月26號 11月26號 跟大家推薦 那這個 它目前呢 就是在這個 三角形的整理當中 昨天是拉了一根這個黑K 那今天呢 主力不甘寂寞 又再拉出 拉出一個這個中紅 那可見呢 這個這個樣子呢 很可能就是 它要突破這個下降趨勢線 在持續往上供高 它是小型的 小型化的Wi-Fi 7的天線 5G的固定無線接取的這個廠商 它是專業的這個天線大廠 那這個如果說突破了這個 三角形的話呢 就有希望走出一波比較大的行情 好 那正華店今天表現的也是相當不錯 就是其他補料補線都跌的時候呢 它還漲了兩發多 兩發多 然後來這個 這個股價來到這個 新高附近 來到這個313.5 來到這邊的新高 那感覺上呢 很快的它就會 再繼續 這個創新高了 那因為這個量 控制的非常好 所以它非常有希望 再直接往上供 它是全球的這個 前五大的這個POSE廠 那個 這個 光偶和條碼掃描器 讀卡機這些的產品 那這波它的漲勢非常的強 從241 我們在 11月12號 那11月12號這邊 201 推薦以後呢 就持續一路上漲 幾乎就是 沒什麼 沒什麼那個 沒有漲停了 不過幾乎呢 漲個不停 持續再往上供 這個走勢非常漂亮 因為它的本 它的這個本業獲利也是不錯 前三季獲利8元 所以目前這樣本業比看起來呢 也還OK 本業不會相當高 好 那富寶 富寶是我們在這個地方 跟大家推薦的 那它最有名的這個產品呢 就是電視廣告可以看到 安安成人止尿庫 這個它就是做這個 生理衛生用品的這個 廠家了 那它的股價突破了這個 上升三角形以後呢 突破 然後進行整理 今天又在創新高 收盤價創了新高 盤中甚至一度 這個漲停板 但是因為這個OTC 貴買的這個大盤呢 持續走弱 所以它最後呢 它這個尾盤的時候也沒有 這個尾盤只拉這個6% 就是從漲停下來 只拉6%而已 那目前這個樣子看起來呢 因為它上漲的時候 上漲的時候有量 整理的時候沒有量 整理的時候量縮 今天量要放出來 所以就是這個量價配合很好 量價配合很好呢 它就是有希望在持續在走高的 這個富寶 那鴻域呢 第一 鴻域 鴻域 鴻域它也是做這POSE系統的 那我們在這個推薦 這裡推薦的時候呢 它是剛剛好突破 它剛剛好突破一下子 那突破完了以後 又拉回到這邊整理 然後這兩天呢 又突破往上攻高 所以這個鴻域呢 就有這個已經突破下降趨勢線 然後量也放出來 所以繼續走高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繼續走高沒有問題 好 今天的這個 英特雷 這個西光子的概念股 昨天非常的強 今天在找盤的時候呢 本來開低以後 這個隔日沖 隔日沖有2000多張的隔日沖 然後一開盤沒有多久 就開始往下殺了 往下殺 結果後來這個 主力呢 不甘示弱 又往上拉 最高拉到106.5 但是不敵 整個這個中小型 這個強勢股普遍拉回 神達帶對啦 那西光子 還有這個BBU概念股 全部都拉回重挫 那一下子很多的這個股票都跌停 所以 它也就跟著這個拉回 拉回 那在拉回的過程當中 甚至還一度反彈 反彈到這個平盤附近 但是最後呢 尾盤仍然不敵賣壓 所以就這個在收在這個跌停 那這個樣子呢 就是說今天這個這個長黑出來呢 就造成了這個現行 現行就是形成了所謂的單黑壓 或者是說你把它用比較寬的角度來看 它也是一個空頭吞噬 空頭吞噬 空頭吞噬所以這個要整理5到8天 因為它這一波漲幅也有一段漲幅 那這個今天這個長黑就會造成它的這個股價呢 會形成了空頭吞噬 要整理5到8天 整理5到8天 整理5到8天 因為它的題材呢 是這個CPU 這個細光子 細光子的這個生化家 零化音 T化家這些 累金半導體 累金半導體的 半導體累金 那因為它這個美國德州的創新基金呢 已經給它這個台幣1億3的這個 這個撥款給它獎勵 要它這個擴建新廠 它擴建新廠以後呢 產能可以增加兩倍 所以這個未來的營收呢 盈餘都會持續好轉 那現在這個整理呢 整理一段時間以後 整理5到8天以後 仍然有機會再往上攻 這個值得再持續留意 那華語KY也有類似的這個 這個走勢 它一開盤的時候呢 一開盤的時候 這個葛日聰的賣壓就往下殺了 這個它的走勢更弱 沒有多久 一下子就殺到這個跌停附近了 那這個樣子呢 就是它是非常標準的 形成了這個空頭吞噬 昨天的量很大 那今天這個形成空頭吞噬 所以它也是要整理5到8天的 不過呢 我們在10月8號 在這邊剛突破的時候 就跟大家推薦了 10月8號突破的時候 那時候突破在51塊 結果一路上漲以來 正好剛剛好 漲了一倍 來到102.5 漲了一倍 那現在這個長黑 就會使得這個線型破壞了 所以要整理5到8天 好 那冰川今天盤中 因為它也是這個被關起來 之前 這個最近10天呢 漲了太多了 被關起來 所以它關到12月12號 今天盤中呢 也是弱勢 那不過後來尾盤拉上來了 只小跌了2.5%左右 小跌2.5%左右 那那個現在的這個線型 這個樣子看起來呢 就是 因為它拉出這個下影線 表示說 這個 這個低檔 有買盤的支撐 那這個下影線 聯合這個看起來呢 就是 這邊看起來呢 就是變成說 有上影線跟下影線 所以這個呢 就是變成一個關鍵 未來這個 兩三天呢 就是 到底 那是 整理完畢 還是說 有可能需要再這個 往下 這個回檔 那未來兩三天 是一個 很重要的 一個 觀察點 因為它現在是 被關緊閉了 所以這個量放不出來 要到12號 12月12號才會放出來 好 那新勝利呢 今天受到這個 這個BBU概念股的 這個小標股啊 這個長元科啦 天羽啊 這些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性能高啦 加百育啊 這些 回檔的影響呢 它也 它也跟著回檔 它現在是 這個 五分鐘一盤的分盤交易 五分鐘一盤分盤交易 所以 那現在就形成了這個 形成了一個 這個 類似像 這個 有下影線的這個黑K 所以這兩根 K線 今天跟昨天 合在一起呢 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這個 十字線 這個很大的十字線呢 表示說這個盤勢呢 非常猶豫 非常猶豫不定 那 未來的走勢 如果說 未來走勢如果是 開低 走低 那 就要整理 這個股價就要整理 那如果說 未來的股價 就是 未來兩三天呢 它是 又往上 收紅的話呢 那 而且 如果說可以克服 603的話 那這一波呢 就是說還沒結束 就是 會持續往上攻 所以這樣 現在就可以注意 就值得注意說 因為現在是一個十字線嘛 那如果說可以突破603的話呢 就可以持續再往上攻了 好 那 康佩 這生技股的康佩 它的 它的新藥 經過這個FED的認證 還有這個歐盟的認證 那這個 因為今天大凡普遍不好 所以它的這個股價呢 也回檔了一趴多 那 它在這邊突破了相形整理以後呢 連續三天在這邊 橫向整理 目前也是 類似呢 這邊也是一個十字線 十字線 然後 就是說未來 兩三天呢 看它到底是要 往上走 還是說要回檔 那 未來兩三天就很重要 好 那共性 今天呢 這個 有一個4%的這個黑K 這個4%的黑K 就是 變成了這個股價呢 跌回來 跌回來就回到這個 相形呢 就回來這個 118 這個壓力區以下 相形整理 所以 目前這個樣子呢 就還需要再整理 這個整理 整理 看什麼時候呢 它可以突破這個 118的壓力 它是 它也是生計股 好 那銀邦 銀邦今天這個 有小小的抵抗 它整場是在 這個平盤附近 雖然有下跌 盤中也下跌 但是就拉上來 所以收盤的時候 只小跌了0.5元 所以這個樣子看起來呢 好像 就 就會在這個 370到這個 400 之間 形成了這個 這個相形整理 那這個整理完了以後 因為 它的這個 業績很好嘛 那本益比只有15倍 前三季的美股盈餘 還有23塊 所以這個樣子都構起來呢 構成它這個 未來 有上漲的動力 那因為本益比的確不高 好 那有可以 持著這點留意 那華興光今天 是這個 西光子乾淀股裡面呢 相對比較強的 那今天 都守住平盤 而且尾盤的時候還 往上拉 上漲的2.4%左右 所以 那目前的看起來呢 它是 突破了這個 上升三角形 連續三天 緩緩的往上攻了 往上攻 今天有時候 漲2% 所以這個樣子呢 它突破了 突破了這個 上升三角形 所以就有機會呢 再持續走高 那 再往 這個 去年的高點 來測試 好 還沒加入我們Linead的 這個各位同學 請趕快加入 小老鼠451VQ 貼歪 千張大戶的資訊 基本面的資訊 好 那有些同學不喜歡 他不喜歡聽消息 不喜歡聽名牌 那想要自己操作 那這樣是非常好 那你就可以從這個 來跟我們學這個技術分析 我們的技術分析實戰教學班 然後你可以在這邊學到 學到怎麼樣篩選這個 強勢的潛力股 然後怎麼樣畫出這個趨勢線 怎麼樣得到那個 進場 進場場點 那你有這個基礎以後呢 你就可以自己 由這個基礎 在穩定的往上 那這樣一步一步邁向 獲利的道路 那有興趣的同學呢 02-775-9668 好 那今天大盤 就是開盤 就是在平盤左右 結果這個OTC 這條綠色的OTC 就一路跌 一路往下灌壓 灌壓到這個 10點的時候 來到最低點 那大盤呢 加捲指數也是在10點 5分的左右呢 來到最低點 最低的時候跌了211點 然後呢 後來就緩緩的往上 緩緩的往上 緩緩的往上都 就站在這個均價線上 那那個OTC 還是相對比較弱 他就是一直沒有 克服這個壓力線 所以最後呢 還是在瘦在低點 那今天上漲的406加 下跌的1290加 今天後來只跌了這個36點而已 說在22299點 那類股的行情普遍收黑 表現比較好的呢 是營建股 汽車股 還有這個行運股 那這個半導體 小漲了一點點 那這個是普遍不好 好 三大法人呢 外資賣超了99億 投信買超37億 這個自營商賣超了81億 所以這個現貨呢 比較偏空 那期貨的部分呢 今天外資又加大了空單的力道 從45000口呢 又變成了47000口 也增加差不多增加2000口 所以這個空單就是外資 他們對這個川普還沒上任之前的這個政策呢 他們也是沒把握 所以這個雖然現在中東這個以色列跟一般人停火了 但是他們還是覺得說不太妥 所以在這邊又加大的這個空單的力道 如果說這個指數跌下來的話呢 他們就可以獲得這個補償 好 那加權指數今天來測試這個22500 這個地方這個區域的這個支撐 那只要守住這個呢 那整個線型呢都還可以不錯 就不會破壞 那季線呢 再過一個禮拜就會扣這個低點 所以相對季線的話就會有這個支撐 就會提供大盤一些這個有幫助的支撐 貴買指數今天測試這個2550這個支撐區域 那可以守住2550的話呢 就可以再繼續從這個季線扣低檔呢 然後慢慢的往上攻 那半導體現金只能天紅今天跌破了箱形整理 所以這個樣子呢 它這個股價呢就要整理比較久了 這個箱形跌破320 那就是要整理了非常久了 好 那達新材料今天也是跌破了這個箱形 跌破了這個210的箱形 所以它如果說三天以內沒有趕快 占回210也是要整理很久了 那機器人概念股呢 遜得目前還在這個205到230之間的箱形整理 還在這個箱形整理 那就持續在整理了 好 台灣精銳今天剛剛好來在這個箱形的這個低檔區 在這個650左右這個箱形低檔區了 那這個地方就是萬一跌破的話 那它的走勢呢就會變得會非常弱 因為現在它已經 它已經跌破了這個季線 然後又從這個高檔回檔 從跌到這個箱形區間 所以如果沒有辦法守住這個650的話呢 那它的走勢就會變弱 就整個這個壓力就會上來 這個就會變成一個比較大的頭部了 好 那我們前一天的Lana妹呢 銀鎮 銀鎮今天這個 因為這個整個氣氛非常詭訣 一開盤沒多久呢 這個隔日沖就拼命在掛 所以這個銀鎮呢 它也是一開盤就開低了 一開盤就開低 然後就跌了在平盤之下嘛 所以就已經註定今天要收的這個黑K 所以它今天也是收了一個黑K 然後這個樣子呢又回到這個箱形的區域 那就是要在這邊整理 看有沒有機會再往上攻 再營鎮 好 那盛德 盛德今天還好 今天收了一個這個小小的這個 紅K的十字線 今天漲了一趴多 那因為它已經突破了上升三角形 長紅突破整理兩天 那因為這就有機會再持續再走高 那華紅今天收了一個黑 非常黑的這個黑K 今天一開盤的時候開高 開高的時候就引來那個隔日沖 隔日沖一大堆的賣壓 就一舉呢 把這個股票 把他的股價灌下來 今天開高今天盤勢不好 但是華紅他開高呢 這個就是一個致命傷 他一開高隔日沖全部倒出來 倒出來沒多久就跌破了這個平盤 那就註定這個弱勢 那持續走低 結果今天收了一個非常長的長黑 這個空頭吞噬 空頭吞噬表示說 目前的這個走勢呢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再持續 再往上攻 所以要回檔 回檔整理五到八天了 好 那我們今天來跟大家講 亞太金屬 亞太金屬它這個 是做這個CCL的 就是 印刷電路板的這個CCL 高精密軟性材料 捲對捲 徒步設備的製造商 那CCL的痕境設備 徒步貼合設備 這些它擁有這個領先的技術 非常的好 而且它獲利也不錯 前三季賺了4.6塊 賺了4.6塊 目前的股價 來到這個箱形整理 不是這個 上升三角形整理 突破 突破現在就是要 測試看這個 88塊這個地方呢 可不守得住 守得住 守得住的話呢 就可以持續再攻高了 好 三浮化工 三浮化工 它就是做基礎精密 新興化學品 然後這個 之前的兩年呢 它已經完成了這個 PHBA的這個擴產 而且切入了 電視通訊 那目前的股價 在對稱三角形 突破 突破 今天突破非常漂亮 那就有機會再持續 往上攻 來克服這個158元 那高齡股它是一個 這個 縫紉機的這個製造商 而且還提供這個零件 所以它股價呢 在這邊 在這邊突破了 上升三角形 整理一下 那這個回檔呢 量縮的非常的厲害 那今天 放量 今天量放大 然後又突破了 這個短期的這個新高 所以就有機會 再繼續往上攻 好 那選擇好股票 挑對進場 時機就可以獲得 比較高的利潤 那有興趣參加我們的 單股短波實戰班 這個短線的進出 就專門操作這個短線 有題材的這個個股 02GTO9668 那還沒加入我們來的 這個各位同學呢 請趕快加入 你這樣子可以獲得 非常重要的資訊 操盤的資訊 千張大戶 基本面 這個好的個股的這個資訊 好 那我們要你鼓掌 明天見 拜拜 我們還能不能再見面 好 按讚 訂閱 留言 跟我一起輕鬆理財